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威廉 尽管阿里巴巴曾经被誉为亚洲最有价值的公司 但是它的市值在去年11月首次被竞争对手拼多多超越 加上经历了一系列监管部门的打压 战略转向和员工士气下滑之后 该公司的股价比较三年前的高峰下跌了75% 12月20日阿里巴巴宣布重大人事调整 阿里集团行政总裁、淘天集团董事长吴荣明 兼任淘天集团行政总裁 自此吴荣明将同时担任阿里巴巴集团和淘天集团 阿里云智能集团三个行政总裁的职务 在同日网络上传出 吴荣明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划 包括考虑出售、合马 这次的人事调整之前 在11月28日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在内网之中称 坚信阿里会变、阿里会改 公司内部人士和分析师说 阿里巴巴到现在未能有效地打击 绝绝逼人的新竞争对手 未能够紧随 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未能够利用 它在国内电子商务领域的优势 在西方市场取得成功 几位匿名的阿里巴巴内部人士 说到企业重组之中的混乱局面 一位阿里巴巴员工表示 很多人不知道哪些业务已经拆分 哪些还未有拆分 直到他们的业务部门被分拆之后 就直接被解雇 去年3月 历日间科技集团宣布打算将它的帝国拆分为6个单位 以释放股东价值 并且刺激各业务的增长 称作为1加6加n的组织变革 集团分别重组为 云智能集团 淘宝天猫商业集团 本地服务集团 材料智慧物流 全球数字商业集团和数字媒体娱乐集团 蔡崇讯和吴荣明在9月分别正式接任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 该计划一开始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它的股价在宣布之后几日攀升了20% 但是在疾病大流行时期的封锁结束之后 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乐观情绪逐渐消退 抑制了投资的热情 受到美国实施晶片出口限制影响 11月17日 阿里巴巴正式宣布放弃分拆云计算业务的计划 在香港的股市阿里巴巴股价应声下跌10% 这次的跌幅可能是一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阿里巴巴市值蒸发了大概200亿美元 由于不同业务部门存在重复性的工作 阿里巴巴专门成立一个IT团队 来处理整个集团部门审查的工作 根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 公司的亏损部门一直在进行游说 希望能够持续保留不被砍掉 多名员工表示 精简业务部门的计划要摩已经取消 要摩就是正在审查之中 但是根据两位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 由于内部权力斗争 该小组随后被撤销 这个是一个恶劣而混乱的局面 很多需要解雇的人都有内部支持者 不能轻易将它解雇 另一个说明内部混乱的例子是 阿里巴巴企业通讯平台钉钉 丁托的一名员工透露 他们的团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被注销了集团内网 无法访问阿里巴巴的内部通讯 集团内部人士指出 由前行政总裁张勇为首的首构牌 和去年9月接替他职位的 吴永明之间的权力斗争 加剧了变革的混乱 去年3月公司宣布 云计算业务分拆之后 作为独立公司上市 将由张勇负责 但是就在9月原定由他掌权的那一日 张勇却意外地下台了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认为 是新任行政总裁吴永明 将这位张勇排挤了出去 阿里巴巴在12月回应的时候就表示 是张勇先表达了希望卸任的意愿 阿里巴巴云的一位人士说 张勇的离职意味着 很多和他有关的人可能会被裁掉 根据阿里巴巴内部的人士声称 上个月云智能的首席商业官蔡英华的离职 代表着吴永明正在试图 重启该业务的部门 投资研究机构 白印斯坦的分析师朱斌表示 云分拆的处理很差 阿里巴巴在宣布分拆之前 应该考虑到数据安全 以及淘宝和云业务之间的 转移定价等等问题 在11月首次担任阿里巴巴行政总裁的时候 吴永明将云计算业务定位为增长动力 他称之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吴永明承诺投资人工智能技术 但是分析师对吴永明能否重振 阿里巴巴云增长放缓的形势 持怀疑的态度 朱斌表示 阿里巴巴云业务增长面临多重阻力 包括私营企业需求低迷 国企越来越多 寻求和华为等公共部门 云服务提供商务合作 除此之外 阿里巴巴承诺投资 打造吴永明所谓的 面向未来的革命性产品 这和阿里巴巴试图通过分红 和股票回购 来提振股价的做法 并不相符 Interconnected Capital的云基础设施投资者 Kevin Hsu 声称 阿里巴巴的金融工程 发出了混乱的信号 即使好像谷歌舞公司Alphabet 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盈利 科技公司也不会发放股息 因为他们看到未来 更多增长和创新的路线图 阿里巴巴对此回应说 阿里巴巴的财务状况 从未好像现在那么好 可以为业务增长和战略机遇进行投资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 阿里巴巴仍然在推进 他物流集团赛料的上市 9月底 阿里巴巴宣布 他的物流子公司赛料网络计划 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一位熟悉管理团队的人士说 阿里巴巴正在推动上市 因为对电子商务的未来需求感到悲观 所以最好尽快上市 阿里巴巴保留了大概33%股份的金融科技关联公司 蚂蚁集团的未来也仍然不明朗 三年前作为打击科技公司的一部分 中共当局叫停了蚂蚁集团价值340亿美元的IPO 根据接近管理层的人士透露 蚂蚁集团仍在等待 监管部门批准获得金融控股牌照 以上的节目内容取材至大纪元记者李浩月的编译报道 今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粤语版部分内容已经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都请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啊 记得like啦、subscribe啦和按钟仔先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啦 文字幕发送文字幕幼稚pend thet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